嗨,大家好,我是Sofie 我现在在云南普尔的蒙大镇 这是一个小山村 这儿呢,有一个朋友呢 他在快手呢 做直播 他的名字呢,叫做南兰小普 这些呢,都是大约吧 大多数呢,都是从那个山彩 然后呢,回来以后寻画的 石湖兰蚁为主 长得非常好 这些有花苞的呢,是天宫 因为现在是傍晚呢 光线不是特别好 这里呢,是他的小院子 通常呢,他卖的兰花呢 都是这里,什么样类型的兰花呢,都有 看几棵开花的吧 这是云南的金钗石湖,是原生种 花朵很大,也非常漂亮,有浅香 我尤其喜欢他这个深色的唇,这个喉咙啊 这些包着水苔球的呢,是指甲蓝 本地很多 通常呢,他的花期呢,在六七月份 花朵呢,非常漂亮,我今天见到了原生的 哦,那个是盆巨蓝 哦,那个是盆巨蓝,非常非常漂亮 现在呢,有花芽了 花芽现在是一寸长 它的花呢,我在照片上有看到,像一个瓷花瓶一样 很可爱的 旁边呢,这个还是云南的金钗石湖了 现在呢,正是花期,开得非常好 花期长五个月 这个呢,叫做地永金莲 也叫做千瓣莲花 花期超长五个月 不过这个花呢,就是这个 特别特别小 每一个花瓣打开呢,里面有一些花 但是呢,它可以开五个月之久 是可以吃的,对吧 我在市场呢,看到呢 就是这个杆子呢,可以煲汤 花也可以吃 看到这一大棵吗 这是素花石湖 往年的杆子呢,已经开过花了 这是今年的新杆 通常的花期呢,在十月份 看起来非常非常漂亮 这个开白花的 马上要开的,这个是铜皮石湖 本地很常见的 非常多 这儿有巨大的一个板直的骨垂石湖啊 有几十个花芽 很快呢,就开花了 遗憾的是我眼下呢,看不到 这是开黄花的 植株看起来非常漂亮 花苞,花芽看起来也特别健康 后面这一板呢,叫做 双叶石仙桃 非常遗憾,花期呢,刚过 没有看到 那现在呢,其实是可以看到很多 花枝的,就是开过的花枝 这是一株天宫石湖啊 眼下呢,正在花期 如果吊起来的话呢,它的花絮呢,看起来就比较工整 非常漂亮 这是粉花,还有红花的 它的品种呢,不算多,但是东西很多 这颗也是本地的金钗 你看它的喉咙,真的是我觉得特别漂亮 喉咙呢,很深,深紫色 呃,唇瓣呢,带一点点绿 尖端呢,是 粉色,非常好看 香味也蛮好闻的,比较清淡 它这边的叶子呢,也特别漂亮 和我平常见到的金钗呢,还有些区别 这是云金,就是云南的金钗 这个院子里呢,只是它的这个 兰花的极小极小的一部分 它在后面呢,有一个大棚 而且呢,在山里,在林子里呢 有一种林下养殖的方法呢 就是把石湖呢,绑在活体的树皮上 呃,这些呢,通常呢 就是它用来直播的一些 卖的东西啦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看一下它直播